一日不养百日病,百岁须得千日养 大家好,欢迎来到养生主 因为癌症离世的明星有不少 比如金马影帝图门因食道癌死亡 香港电影金牌配角吴梦达因甘癌死亡 相声大师师圣节因一线癌死亡 在众多患癌的明星中 却有一位幸运儿成功战胜了癌症晚期 恢复健康,他就是歌手张咪 前段时间,张咪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自己抗癌经历 向网友们分享了从确诊癌症到战胜癌症的过程 鼓励那些正在抗癌路上努力的人 据了解,张咪于2019年4月12日确诊了扁桃体癌 然后于2020年6月3日发布消息称自己的癌症已治愈 在这三百多天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一,从未想过自己会患癌,曾为自己设起葬礼 一直以为张咪的生活方式都很健康 他不喝酒,不抽烟,不熬夜,坚持素食主义 平时连感冒都很少,却被确诊了扁桃体癌 张咪想不通,自己生活的这么健康,怎么就患癌了呢 然而张咪深知,癌症不可能无端端出现 回想起确诊前的日子,他察觉自己的身体确实出现了不适 只是刚开始没有引起重视 2018年8月底,张咪发现自己的嘴巴突然张不开了 没多久就只能张一小条缝隙 同时还出现了吞咽困难的情况,只能吃流食 当时他还在加拿大,看了几个医生 都说他是因为精神压力过大,因此张咪没有网癌症去想 但是治疗了一段时间,情况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方向可能错了 于是张咪火速赶回国,很快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张咪被误诊为扁桃体癌晚期 至此,已经距离他发现身体不适过去了整整8个月 在视频中,张咪透露了自己当时知道确诊癌症消息的感受 被查出来的时候,由于已经是晚期,癌细胞发生了扩散 张咪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 不能张嘴讲话,无法进食,呼吸困难 同时还伴随着耳鸣等严重不适 他不堪折磨万念俱灰,感觉自己被判了死刑 直到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张咪甚至悄悄准备了葬礼 一条红色的长裙,一张最爱的照片 葬礼宾客的名单,他都安排妥当了 只等最后一刻的到来 二,患癌后才明白,很多患者都是被吓死的 最开始,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切开右脸,割掉癌变的舌头 然而张咪的情况不容乐观 根本无法进行手术,否则随时会没命 综合考虑之后,医生建议张咪先接受化疗 将肿瘤缩小之后,再看是否可以进行手术 张咪同意了 化疗开始后没多久 张咪的手指头和指甲盖都变成了黑色 脱发严重 每天早上醒来,枕头上都沾着大把大把的头发 非常吓人 化疗过后,张咪还要进行放疗 在放射线的照射下 她的脸和脖子退下了一片片皮肤 皮肤下经常看到渗透的血丝 舌头上都是密密麻麻刀口 不仅无法说话,连喝水都成了难题 好在张咪的情况在一天天好转 2019年10月复查的时候 张咪体内的肿瘤已经消失了 没有再进行手术的必要 后来张咪谈到 自己生病了才明白 70%的患者是被吓死的 住院期间 她有好几次被隔离病房病人的叫喊声和呕吐声惊醒 紧接着又听到医生和护士匆匆的脚步声 家属的哀号 虽然躺在被窝里看不清外面的情况 但是张咪知道 应该是隔壁的病人被送进了ICU 或者已经死亡 每逢这个时候 张咪就会胡思乱想 下一个死的人会是我吗 上天能不能给我一条火路 出院后张咪继续着自己热爱的事业 觉得自己又重生了 她开始录歌拍摄走秀 做着生病前经常会做的事情 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 一切仿若新生 三 扁桃体还很会伪装 别当成上火了 相信不少人都得过扁桃体验 扁桃体处于咽喉要塞 有害微生物入侵 第一道关卡就是它 当细菌和病毒等入侵的时候 扁桃体会产生淋巴细胞和抗体 起到防御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 扁桃体就很容易产生炎症 导致扁桃体验 此外 扁桃体也比较容易受气温 疲劳等因素的影响 免疫力一下降 发炎的风险就会升高 扁桃体验不是什么大病 很容易恢复 但也可能会癌变 目前扁桃体癌的确切病因尚未清楚 可能与吸烟 饮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以及感染HPV等因素有关 需要注意的是 起初的扁桃体癌可以没有任何症状 或者症状与慢性扁桃体验相似 比如吞咽不适 咽喉有异物感等 容易被混淆 随着病情的进展 到了晚期才会出现明显的咽痛 吞咽的时候 咽痛会加剧 疼痛感还有可能放射到面部及耳部 那么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预防扁桃体癌呢 有几点需要注意 一 戒咽陷酒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劳逸结合提高免疫力 二 远离有嗨气体和粉尘 家里定期开窗通风 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三 注意脖子上的肿块 尤其是出现不对称的扁桃体肿大 要及时就医检查 四 年龄在40岁以上 且长期咽不不适 有异物感者 应尽早就医 以排查扁桃体癌 其实 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 癌症已经不是绝症 很多癌症经过规范的治疗都是可以治愈 实现长期生存 所以 面对癌症 我们不必惊慌 应理性看待 积极治疗 终有一天能看到希望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